这是一个由六只强壮的成年雄狮组成的联盟 他们堪称整个草原的噩梦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杀死了一百多头狮子 占领了七万多公顷的土地 只要是部署于他们的幼崽 通通都会被杀害 他们用鲜血和恐惧统治着非洲大草原 甚至强大到不得不认为干预他们的行为 他们就是雄狮联盟的天花板 传说中的坏男孩联盟 这是一个迪士尼童话 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的关于狮子的黑暗一面 故事开始于著名的斯巴达狮群 十只可爱的幼崽在狮群里诞生了 其中五只是公狮 虽然此时的他们看起来乖巧可爱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将会成为整个草原文风丧板的存在 这是老二 他叫瑞斯塔 老三叫漂亮男孩 老四突尾巴 老五怪尾巴 还有未来坏男孩联盟中最残忍的老六T先生 老五和老六是感情最深的 他们几乎每天都形影不离 而T先生从小就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气 他甚至敢从父亲的嘴里抢食物 还因此经常挨熊式的巴掌 也许这就是T先生秃头的原因吧 在残酷的非洲大草原上 只有八分之一的幼狮可以活到成年 但这几只小狮子出生在一个强大的狮群 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存活几率 他们的父亲是著名的西街熊士联盟 母亲也全都是非常优秀的猎手 这天 狮群盯上了一只长颈鹿 虽然长颈鹿的大长腿一脚就能踢死狮子 但对于斯巴达狮群来说 没有任何猎物可以难得倒他们 很快长颈鹿就被狮群团团包围 母狮们轮流上前攻击 最后熊狮给了猎物致命的遗迹 长颈鹿就这样被轻松地拿下 这顿大餐足够整个狮群吃好几天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坏男孩们已经十个月大了 他们在父亲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着 今天母亲打算带他们练习狩猎 他们现在还不能挑战大型猎物 只能先找一些小动物下手 勇猛的平头哥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面对无所畏惧的平头哥 小狮子们似乎显得非常棘手 不过这可以有效地提升他们的捕猎技能 然而在非洲比平头哥危险的动物比比皆是 例如非洲水牛 雄性水牛的体重高达900斤 并且还长有锋利的脚和强壮的蹄子 虽然一头水牛对狮群构不成威胁 然而他们却总是成群出没 这天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水牛 于是开始合力围攻他 水牛不是狮群的对手 于是开始向同伴呼救 很快狮群就遭到了牛群的反扑 胜利的天平立刻倒向了水牛的一边 食群直接被击溃 有些被逼到了树上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甚至被水牛群当成了篮球 水牛还会寻找幼师 对他们进行攻击或踩踏 以此来消灭这些未来的敌人 这一战让斯巴达食群损失惨重 这也是坏男孩们自出生以来 遭遇的最大的危机 让他们认识到了大自然的可怕之处 幸运的是 五兄弟全都死里逃生 命运之神似乎对他们另有安排 就这样 五兄弟挺过了艰难的一年 在之后的某一天 一只流浪雄狮突然闯入了斯巴达食群的领地 食群面对入侵者通常都会与之发生一场激战 但今天斯巴达食群的反应却出乎人的意料 西街雄狮不仅没有攻击或赶走流浪雄狮 反而还接受了他们 就如同是自己的家人一样 原来 这只流浪雄狮是西街雄狮与其他母狮的私生子 也就是坏男孩五兄弟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的名字叫恩格拉 拉里克俗称老恩 也是未来改变坏男孩一生的带头大哥 斯巴达食群随着老恩的加入也变得越来越壮大 尤其是对于五兄弟来说 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大哥 怪尾巴和T先生仍然是最亲密的一对 虽然T先生是最小的一个 然而他却比他的哥哥怪尾巴更加具有领袖气质 时间过得很快 五兄弟已经到了该独立的年纪 西街雄狮无情地将他的六个儿子全都赶出了狮群 从现在开始 六兄弟将没有狮群庇护 以后的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了 最初的流浪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不仅要面临实物不足的情况 还随时都可能会遭到其他世子的攻击 好在他们六兄弟互相照顾 可以大大的提高生存几率 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食物填饱肚子 于是他们试图挑战水牛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掌握捕猎的技巧 因此不仅没有捉到猎物 还遭到了猎物的反击 既然不能自己捕猎 他们就抢劫其他母狮的食物 然而他们的行为很快被狮群里的熊狮发现了 虽然坏男孩们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但此时他们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 因此没有对熊狮发动反击 选择了逃跑 然而即使生活处处充满艰辛 他们也没有放弃 在今后的日子里 他们在反复的尝试中不断进步 尤其是在大哥老恩的带领下 是他们已经具备了捕猎大型猎物的能力 从水牛到河马 甚至犀牛 最后是长颈鹿 即使是在难对付的猎物 也抵不住六只熊狮的合力进攻 随着一次次狩猎的成功 不仅让他们的自信心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也使得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增长得越来越快 老六T先生勇猛的性格也再次展现了出来 在食物不足的时候 他每次进食都会抢夺食物 与兄弟们大打出手 哪怕面对最强大的大哥老恩 他也不甘示弱 即使每次都会被教训一顿 如今的老恩已经长出了一头深色的鬃毛 这表示着他已经成为了一只真正的成年雄狮 现在他打算带领兄弟们开创属于自己的王朝了 如此强大的熊狮联盟 在草原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一般来说 三只熊狮组成的联盟就可以轻松占领狮群 而坏男孩联盟却足足有六只 这让他们可以在草原上索向披靡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狮群 这个狮群也很强大 有四只狮王守护着 但坏男孩们丝毫不惧 第一只狮王被他们发现了 老恩立刻上前和他单挑 这只狮王随即就遭到了秒杀 其他三只狮王意识到了危险 选择不战而逃 坏男孩们轻松地打下了属于自己的江山 但这只是个开始 更加血腥的屠杀还在后面 一切都发生在萨比森保护区的北部 坏男孩六兄弟们入侵了一个新的狮群 他们打败了狮群的狮王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屠杀幼崽 征服母狮 这个狮群共有十一只幼崽 母狮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向坏男孩们发起了抵抗 但这无疑是徒劳的 在强壮的雄狮面前 他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最残忍的老六T先生 正在一步步靠近幼崽 仅一眨眼的功夫 十一只幼崽不仅全都被杀害 就连尸体都被撕裂成两半 六兄弟的暴行 在整个非洲都是史无前例的 失去幼崽的母狮 很快就会进入发情期 他们此时只能向新的国王臣服 但由于坏男孩们的数量太多 并不是每只狮子都能享受到交配权 于是他们为了争夺母狮 开始大打出手 暴躁的T先生 甚至把气撒在了母狮的身上 他一口咬住了母狮的脖子 使得母狮窒而亡 尸体最后还被十辅多五分尸 在这之后 坏男孩联盟继续扩张领地 杀害了无数竞争对手 根据科学家的统计 他们在一年的时间就杀死了一百多只狮子 占领了整整七万公顷的土地 拥有了数不清的母狮群 所谓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如今的六兄弟对外 可以说已经是高枕无忧 因此他们的内部很快就发生了冲突 最具有野心的T先生想要独揽大权 于是向大哥老恩发起了挑战 但他不是大哥的对手 因此输掉了挑战 被赶出了狮群 他带着他最亲密的哥哥 卷尾巴一起离开了狮群 来到了领地的边界地区 并享有两只母狮 一段时间过后 老恩带领的坏男孩兄弟 生下了十几只幼崽 老恩即使性情凶猛 但对幼崽们却很是疼爱 坏男孩们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和平时期 因为即使有入侵领地的流浪雄狮 也被处在边境的卷尾巴和T先生击退了 直到四年后 卷尾巴和T先生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手 这是一个由五只既年轻又强壮的雄狮组成的联盟 被称为保卫者联盟 面对入侵者 T先生两兄弟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 只能选择智取 他们寻找机会 抓到了一只落单的雄狮 并对他展开疯狂的撕咬 雄狮最后被咬得遍体鳞伤 接下来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虽然打败了敌人 但卷尾的爪子也受了伤 这给他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等到了晚上 保卫者联盟的其余四只雄狮来为兄弟复仇 受伤的卷尾最先遭遇危险 四只雄狮合力围攻了他 使他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 卷尾被咬断了脊椎 他的伤已经无力回天了 弟弟T先生匆忙赶到 见到自己的兄弟被折磨 他愤怒地冲上前攻击入侵者 但双拳难敌四腿 他不是四只雄狮的对手 只能选择逃走 四只雄狮没有追赶 而是反过头来给了锤死的卷尾最后的一击 并将他的尸体撕成碎片 之后 保卫者联盟咆哮着宣告自己的胜利 等到第二天早上 卷尾的尸体被食腐动物吃得一干二净 甚至连引以为傲的宗毛也被狐狼叼走了 T先生非常难过 但他却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兄弟报仇 年轻的保卫者们征服了坏南海东部的领地 走投无路的T先生 只能选择回到大哥老恩的领地上 虽然老恩大度地接受了他 但T先生的野心依然没有消失 他还是想要成为狮王 于是性格反复无常的T先生 做出了让人非常惊讶的举动 他将哥哥新生的幼崽全都杀害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母师再度发情 然后自己获得交配权 不远处的母师正在对他发出愤怒的咆哮 更令人费解的是 老恩竟然对T先生的行为袖手旁观 T先生达成了他的目的 霸占了母师 成为了新狮王 两年后 坏南海联盟的老二瑞斯塔和老司徒尾巴 被人类杀害 由于他们杀死了太多的狮子 霸占了太多的狮群 导致这片保护区的狮子面临近轻繁殖的危险 因此人类选择了出手干预 曾经横扫大草原的坏南海六兄弟 如今只剩下了老大恩格拉拉里克 老三漂亮男孩和老六T先生 而他们的年龄也全都超过了十岁 早已过了巅峰时期 曾经威风凛凛的坏南海联盟 现在已经日过西山 也正因如此 才很快就有新的敌人趁虚而入 一个来自南方的熊师联盟 入侵了坏南海们的领地 老恩和漂亮男孩知道自己 已经没有能力和敌人抗衡了 因此选择了逃走 将领地拱手相让 但T先生却不一样 他选择了抵抗 然而T先生的勇气 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果 他遭到了和哥哥卷尾同样的命运 四只熊师将他撕咬的遍体鳞伤 让他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但即使这样 T先生仍然没有屈服 反而继续趴在地上咆哮着 恐吓入侵者 然而 这却再次点燃了四只熊师的怒火 于是他们对T先生 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 T先生不仅被撕咬的体无完肤 就连意识都已经模糊 他只能躺在地上 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这一刻也标志着一个强大的熊师联盟的陨落 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大自然的规则不会改变 即使是在强大的实力 也终究会有落幕的一天 也会被新的力量所取代 老恩和漂亮男孩两兄弟 最终离开了萨比森 他们可能会选择寻找一片安静的地方 来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 虽然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他们的后代还有希望 因为有些幼崽躲过了T先生的屠杀 他们幸存了下来 并且也已经接近成年 未来的他们一定会继承父亲的勇气 在草原上上演一个新的传奇